总军地新角度观世界 综合多家外媒报道 沙特和俄罗斯的能源部长 在G20峰会期间进行石油减产谈判会议 但是和3月初的谈判一样 双方始终未能达成减产协议 沙特和俄罗斯都将坚持自己的增产计划 沙特同时将继续自己低于25美元每桶的销售价格不变 对此美国彭博社撰文报道称 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都不打算在石油价格战中退让 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的能源部长之间 没有就增加欧佩克加协议中的国家数量进行接触 或者就平衡石油市场价格达成联合协议进行讨论 事实上在今年3月9日 俄罗斯和沙特的石油价格战打响之前 国际油价已经下跌 有分析指出这是有两个原因造成 去年冬季异常温暖 新冠肺炎疫情使全球石油消费减少 首先疫情造成大量航班取消 航空燃油消费随之大降 其次中方很多企业应疫情暂停生产 燃料需求大幅下降 因此俄罗斯和沙特此前进行减产谈判 就是为了应对已经下跌的油价 然而随着俄罗斯正式拒绝欧佩克再度深化减产的建议 沙特随即抛出石油增产降价的消息 降价折扣创近20年新低 受此影响国际油价创下近30年来单日最大跌幅 随后俄罗斯不甘示弱 公布了自己的增产潜力 由于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都不打算在石油价格战中退让 美国原油行业相关人士表示 如果原油需求继续保持当前的低位 而沙特和俄罗斯等国依然增产 那么三个月内全球原油将无处可储存 与此同时当国际原油价格低于50美元每桶时 美国液原油生产商便无力可图 甚至可能进入破产边缘 不过尽管国际原油市场乱象横飞 但对于中方而言 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要知道中方作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原油进口国 在当今油价暴跌之际 多进口国际原油不仅能省去极大的一笔成本 而且还可顺带做好战略石油储备 目前受谈判破例影响 国际油价再次暴跌 为此白宫也很忌妒中方的运气 在受疫情影响而经济困难的时候 暴跌的油价这次无疑帮了中方一个大忙 美方专家分析指出 此前由于新冠疫情导致的供应链冲击和超级珠周期等因素 中方通胀压力达到近十年来最高 仅2020年1月和2月的CPI同比增长均超过5% 双双高于市场预期 不过如今油价下跌引发的通缩预期 却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方的通货上行压力 给予中方货币政策更多选择 为逆周期调节打开了更多空间 存准率可以继续下调 市场利率也可能下降 再加上油价下跌 石油进口成本会大幅降低 也能使中方获利 董军弟只服务于爱军事的你 下期节目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